说回胃疼 然后还爱生气的这位朋友 刚刚两个妹妹都说了 说这个可能跟肝有关系 应该是脾胃加肝的复合性的毛病 这个问题确实是跟肝脏有关系 那么具体是肝脏的哪些问题呢 我们再看一看 平时就是脾气急 一急胃就疼 还有就是两个泪叉子脏糊糊的 两个泪叉子疼 这不就是肝育吗 的确是肝育 肝育的结果就是一个 肝育气质 是肝育影响到胃了 你说得对 这叫肝气泛胃 肝是将军之官 就可能欺负到别的地儿 所以说也可能欺负到脾胃 是吧 肝气泛胃 其实原因是肝气不输 结果是导致胃的功能下降 那么胃里的功能下降了 也就会表现一系列的问题了 肝我们讲有输气的功能 肝煮输泻它包括调畅气机 调畅情质和参与脾胃的运化功能 如果要是情深不好 首先累积到肝 反过来肝脏的功能不好 会表现出来情质不输 也就是说这人总爱生气 情绪不好 闷闷不乐这一类的 肝气愈结了 就会影响到脾胃的功能 也可能翻皮 也可能翻胃 这个时候如果要是翻胃的话 那么胃气的功能下降 胃气什么功能呢 胃气总体功能要往下走 也就是说我们吃完东西以后 这食物一定是从上到下往下走的 通过胃 砂质肠 小肠 大肠 吸收营养物质排泄垃圾 这个过程就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 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如果要是肝气翻胃 胃的功能下降了 首先胃气不往下走呢 不往下走就可能出现 第一堵在这个地方我不动了 堵在这个地方不动了 让大家想想 肚子这地方 胃这地方 就感觉有堵涕感觉 堵涕 不舒服 吃的东西没往下走 这是我们叫胃中脾肠 或者是脏满 这是一个 第二 如果脾肠脏满的 重了 胃气下不去了 就往上顶了 因为消化道吧 于是上面有个口 下边有个口 你堵在这个地方下不去了 肯定有得往上走 所以说这人 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打嗝 爱气 巡行的是肝经的部位 那么这个地方的经络要不通畅 你这个地方就感觉很不舒服 老百姓总说的 叫肋茶子难受 轻则脏闷重则疼痛 一生气就胃疼 这肝气翻胃 根源就是在肝上 这单纯的解决胃的症状的话 那是属于治标不治本了 这种情况肝和胃都得治 但从根本上来说 还得要缓解肝气淤结这个根 就这四样 大家看一看 大家先看着 我们先进广告 回来之后 咱们说这四样 为啥对肝气范胃能有缓解 我们先进广告